认识化疗 嗨,大家好。您知道什么是化学治疗吗?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认识吧! 化学治疗俗称化疗,正确全名为细胞毒杀治疗。 是指利用化学药物阻断癌细胞的分裂及繁殖, 进而消灭癌细胞属于全身性的治疗。 在开始化疗之前,您需要先知道 治疗目的、药物名称、用药方式、疗程安排 需要合并其他治疗吗? 有哪些副作用? 以及治疗前需要做哪些准备? 化疗依使用阶段及目的分为五种。 在手术前进行,目的是为了缩小肿瘤,增加根质性手术成功率的前导性化疗。 以及在手术后进行,目的是用来杀死残余的癌细胞,预防转移及复发的辅助性化疗。 部分癌症是以化疗作为主要治疗方法,如白血病、淋巴癌等,有时甚至会以超高剂量化疗作为扩轻癌细胞,称为根质性化疗。 针对症状已获得缓解的病人,长期使用低剂量或低毒性的化疗药物,希望能减缓残余癌细胞生长的维持性化疗。 另外,针对移转移的晚期病人,目的是减缓癌细胞生长及减轻癌症引起的不适症状,并延长生命,称为缓和性化疗。 为了让化疗达到最大治疗效益及最小副作用,化疗的处方及疗程会依据 癌症种类、细胞形态、癌症级别、荷尔蒙接受体与基因检测结果,治疗后对生理功能的影响、个人的体能状况而设计。 所以,罹患同一种癌症的病人,治疗的药物、时间、频率及治疗地点都可能不同。 静脉注射 透过置放于周边血管内的静脉导管进行给药,是最常见的给药方式。 为了避免化疗药物渗漏风险,以及治疗期间多次扎针的不适,医师会评估病人状况是否适合放置人工血管。 常见的人工血管分为两种,第一种为Port A导管,需手术进行,常装在左上或右上胸臂处,约10元硬币大小。 因为它完全被埋在皮肤下,除了外观上有一个隆起外,并不会影响到日常生活。 第二种为PICC导管,直接从手臂的血管放入导管。 手臂外侧流至一个外露的橡皮注射处。 反加期间,护理师会教导您自行消毒、更换纱布,必须要注意移动造成的伤害。 化疗药物施打的时间长短,会依据您的身体状况,使用药物而有所不同,施打时间可能几个小时或到几天都有。 化疗药物普遍对周边组织有害,若是外肾会造成红肿、皮肤坏死,甚至需要执行轻创手术。 因此,化疗药物注射期间,若感觉到注射部位有液体外肾、冰冷、疼痛、灼热、肿胀或任何不适感受,请立即通知医护人员评估处理。 口服 口服的化疗药物通常是药丸、胶囊或液体状,可带回家服用。 但化疗药物有些必须空腹或随餐或餐后服用。 因此,无论是剂量、频率、何时服用,有无需要避免一同服用的食物,都一定要依照医生指示。 另外,如果忘记服药,也要依据医护人员的建议找寻补救之道。 脊髓腔给药 将化疗药物注射至脊髓腔,可分为两种方式。 第一种是直接注射到脊髓腔里。 另一种是透过手术,在头皮安装一个小装置,连接到脊髓腔里的脑脊髓液。 由此注射化疗药物。 动脉给药 将化疗药物直接注射到某一条动脉来治疗单一部位,例如头颈部、肝,可减少化疗药物对身体其他部位伤害的给药方式。 因此,动脉化疗只能做局部控制,无法有全身性的疗效。 腹腔内给药 借着特殊的导管将化学药物注入腹腔内,利用微血管扩散吸收药物到达肿瘤部位。 通常用于治疗极为小的腹膜肿瘤,例如胃癌、大肠癌的腹膜转移或腹科肿瘤。 其他 其他的给药方式还有,肋膜腔内、膀胱内、肌肉或皮下给药,以及直接涂抹在皮肤上。 希望透过这系列影片,能帮助您更加了解化疗及相关注意事项,能够更加妥善安排准备,并提前预防不必要的感染。 若您在化疗前、后还有其他问题,请询问您的医疗团队。 让我们一起加油! 祝福您早日恢复健康,迎接新生活!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